Hello,大家好,我是贵云 今天呢,给大家分享黑珍珠的裸珠 这段时间呢,黑珍珠出的是非常不错的 这批珠子呢,是联手珠子一起的 但是呢,规格都不是特别的大 基本上是十到十二米的 圈彩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珠光特别好 可以做耳钉,可以做戒指,也可以做吊坠 黑珍珠的圈彩呢,有紫色 还有孔雀绿,还有孔雀蓝 还有纯黑色 好,珠光真的是非常的好看 价位呢,也是不怎么高 基本上在1800左右一类 价位呢,还是比较亲民的 很多姐姐们呢,都做一套 小戒指啦,一丁小耳钉和一个小吊坠 这批珠子呢,不是特别大 但是品质是非常高的 价格呢,也是非常的合适 在没有灯的地方呢,给你们看一下 圈彩真的是非常漂亮 每个珠子呢,都是镜面光 这一排呢,要稍微小一点 但是孔雀绿的特别漂亮 都非常好看,珠光都很漂亮 买珍珠啊,一定要看它的珠光 我们家的珠子珠光都是非常好的 我们现在在灯光下看一下哈 漆黑的一片 珠光真的是 我们帮到手上看一下 颜色都是非常的饱满 因为有的黑珍珠呢,颜色发灰 这个珠子光都很漂亮 不管哪一个珠子,我们随便拿一拿一 基本上瑕疵也不多 皮光非常好,丝滑的一种皮光 黑珍珠呢,它对水域的要求也是非常的高 如果呢,黑珍珠呢,如果水域高的话 它第一个珠子多,第二个光则不行 皮光非常漂亮 真亮 这个就是孔雀绿 孔雀绿它稍微有一点点下 先让我们 这个可以做一个半包围的一个镶嵌 这个珠子瑕疵就要爽一点 它分哪一个 基本上瑕疵还是可以的 都能接受的 主要是皮光好,漂亮 有的人呢,担心黑珍珠会挑肤色 其实黑珍珠不挑肤色的话 任何人都是可以驾驭的 其实黑珍珠配的小果也是非常好看的 特别显气质 干净,利索的那种气质 这两手珠子呢,性价比较是很高的 皮光好,就是不大 如果需要大点的点位呢,我们家有14米以上的珠子 那个珠光呢,和这个珠光比较稍微差一点点 这个珠光特别的亮 黑珍珠啊,现在13以上的都非常的熟 10左右比较多 如果大家想要私人计知珍珠的这一款呢 可以私信我 那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拜拜,明天见